欢迎收看中国在线外协议员思恒 在北京国申办举行高质量发展系列发布会 交通运输部说过去五年综合交通网络总理程超过600万公里 运输网络更见完善 何新言报道 今年是国务院引发交通强国建设纲要五周年 在国申办记者会上 交通运输部说这五年综合交通总理程超过600万公里 各项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交通实力又大幅提升 未来将会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 扩大投资 加强全球交通合作 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做出我们新的贡献 国铁集团说会继续推动大湾区轨道交通融合 促进各地互联互通 至于民航方面 当局说已经连续六年 航班正常率超过八成 会继续改善空域结构增加航班容量 另外内地近年着力发展低空经济 民航局说今年上半年 新注册的无人机有近60万8千架 比上年年底增长四成八 我们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民航组织 各类相关国际标准和政策的制定工作 积极推广我国低空经济和运行经验 为中国低空经济走出去 营造更好国际规则政策环境 有线新闻何新闻报导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到访的 基内亚比啸总统恩巴洛举行会谈 习近平强调 中方愿意继续为基内亚比啸国内建设 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继续派遣水道专家和医疗队 助力基内亚比啸保障粮食安全 和发展公共卫生事业 恩巴洛就说 基内亚比啸将会一如既往 建订与中国站在一起 建订确受一个中国原则 建订支持中方在台湾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立场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 将中国和基内亚比啸关系 提升至战略伙伴关系 会谈后 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在湖南洞庭湖全线退出境界水位 洞庭湖流域水位逐渐下降 最后一个超出境界水位的水民站 绿德水位回落至标准32.5位以下 洞庭湖堤壩缺堤部分早前完成封岛 消防等多个部门继续在现场排水 并派人到第二道防线加紧巡查 至于第三道防线已经基本建成 水利部说会跟进险情和后续进展 指导地方做好防守 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 另外水利部调到三峡水库开闸洩洪 在洪峰来临前控制水库水位 为蓝洪削峰做好准备 这次是三峡水库今年首次开闸洩洪 内地上月通胀低过预期 回落至三个月低位 分析认为内地需求疲弱 相信仍然有通缩压力 麦加恩报道 内地通胀持续降温 降到三个月以来的低位 上月CPI按年升0.2% 较前一个月收窄0.1个百分点 也都低过预期的0.4%升幅 不过已经是连续五个月有通胀 总计上半年通胀只有0.1% 上月食品价格跌百分之二 减弱整体物价升幅 当中鲜菜价格回落百分之七 但猪肉价格就上涨一成八 而非食品价格就上升近百分之一 国统局解释 CPI放缓是因为消费市场供应充足 但有分析认为 从需求方面来看 内地仍然有通缩压力 很清楚反映给大家看 现在内地的价格 是没有上升的能力压力 甚至乎通缩压力仍然存在 内地的内需情况是偏弱的 所以如果普遍的服务业的价格 都没有办法去提升的话 内地的CPI主要都是偏低 食品那部分当然就很可能 至于反映上游通胀价PPI就按年跌百分之0.8 符合预期 较之前收窄0.6个百分点 不过PPI已经是连续21个月下跌 杨宇婷相信受到外围经济 特别是美国经济放慢影响 未来一季度PPI都会维持收缩状态 有线新闻麦加恩不道 生态环境部发表报告 说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健康 发育太细良好 黄岩岛海域生态环境状况调查评估报告提到 黄岩岛活珊瑚平均覆盖度有百分之28.6% 比起2015年有明显的增长 当中造焦石的珊瑚物种数量 是黄岛岛海域有调查记录以来最丰富的一次 至于黄岩岛海域的珊瑚幼体 补充量充足 每平方米超过5个 通过卫星遥感调查发现 至2012年至今 黄岛岛珊瑚礁的焦体面积曾增长趋势 另外今次调查记录到23科125种 焦漆鱼类 反映黄岛海域整体珊瑚礁生态系统发育健康 内地有知名连锁茶饮店的员工被揭发 弄饮品时边做边吃事件经动市场监管局 派人到店检查责令店方改善 涉事的员工目前已经被停职 需要再接受培训和考核 柳出蓝报导 有人将偷拍片段放上网 可以见到有茶饮店员工 设西瓜的时候没有戴手套 口罩的佩戴方法也不合标准 而在工作期间 员工被发现多次偷吃瓜心 即是西瓜最甜的部分 再将剩余部分制作饮品卖给客人 片段引发热意 有人批评存在卫生风险 也有人认为偷吃行为 反而可以证明原料新鲜安全 无需小题大做 事件曝光后 上海孟行区市场监管局 派人突击检查摄示门店 确认事件属实 执令店方改正 加强员工培训 严格遵守食品安全相关规范 又说店内的卫生情况 整体问题不大 但由员工填写的食品安全 日管控表格过于简单 未能涵盖全部食品安全风险点 必须改善 多间茶饮店都曾经发生 类似的食安事件 例如早前另一个品牌 抹酸奶就被揭发使用过期原料 和偷工减料 茶白道亦被指后厨的卫生环境欠佳 食品未按要求储存等 根据内地当局标准 饮食从业园不应该在食品处理区里面 进行可能污染食品的活动 法例亦明确规定 假如餐饮服务提供者 未按规定制定执行相关要求 可被寓意警告或者罚款 严重者会被责令停产停业 直至吊销许可证 有线新闻 乐卓南报道 受到空域流量管制影响 台湾桃园机场飞去港澳等地的航班 或会有延误 桃园机场公司说 受到空域流量管制因素影响 星期三飞去香港 澳门 泰国 简布寨 和中东方向的航班可能会有延误 提醒旅客出发之前 要先和航空公司确认航班最新动态 全国第一间大熊猫学院正式开始招生 预计将会招收50个本科生 入学之后 学生不单单可以收读动物学等的课程 更加可以在实习那时亲身接触大熊猫 又认真语讲一下 去年9月成立 在四川省的大熊猫学院 设有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管理专业课程 今年招收50名学生 其中省内招收35人 省外招收15人 取六分数线介乎高考500至530分 除了依托生命科学学院本身的师资力量外 大熊猫学院还聘请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等专业机构在内的 22名专家为大熊猫学院的专家委员会委员 为大熊猫学院贡献智慧力量 学院除了提供动物学植物学等等的综合性课程之外 还针对大熊猫保护生物学研究进展 设立特色专业课程 也会提供实习机会给学生接触大熊猫 从大一到大三 我们都有见识和实习课程 我们会带领同学们 深入到栗子瓶、唐家河等国家级的大熊猫保护区 去进行见识实习 不过在实习时间以外 日常上课的时候 就不能够近距离接触到大熊猫 在接触大熊猫这方面 我们是相当谨慎的 会严格按照要求去多 网上说的抱着什么上课肯定是不可能的 当然我们上课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用到大熊猫的标本 另外 学院筹办中新的国家公园建设与管理专业课程 已经进入报备审批程序 最快明年开始招生 有线新闻 迎镇与报导 节目时间到这里 稍后有其他新闻